那大家努力聽William說話,給他一次掌聲 謝謝,謝謝Kelly 我就用普通話說,大家都聽得懂吧? 聽得懂 勉強 我三年前也來到立法會過 有沒有誰還記得我舉一下手? 舉手 好,有些人 三年以前呢,我還沒有拿這些獎牌 三年以前的話呢,剛剛是2021年的奧運會 然後呢,也沒有進,也沒有任何的獎牌 但是呢,三年時間很長 然後呢,我像你們一樣也是游了好多好多年 然後也沒有任何的,就是說 大賽代表國家的那種比賽經驗 但是呢,就努力訓練之後呢,成績和獎牌就越來越多 但是呢,這也是因為我的一個態度上的轉變 主要是態度上的轉變 因為呢,我以前很多程度是我爸爸媽媽很鼓勵我去游泳 但是呢,我可能並沒有那麼那麼的說想拿獎牌 以前的話呢,很多是斷練身體為目的 然後呢,覺得游的也挺好 但是呢,後來是真的自己發自內心的去想拿到成績 所以呢,後面來說,主要就是我會更加刻苦於別人去試練 很多人可能會看我身高很高 一米九四,然後肌肉練得也比較大 但是呢,其實在國外很多人的天賦比我還要強 比我還要高,比我還要壯 很多很多 但是呢,他們卻達不到這樣的高度 很大的原因呢,就是因為他們的mindset 他們呢,自己想不想去 有想不想去拿這些獎牌 每個人的努力程度都是不一樣的 我個人來說呢,有很多成功 但是也有很多失敗 也有沒有進大賽的情況 還有一些不可控的情況 其實我去年呢,動了一個很大的手 我的脊椎 現在少了兩節脊椎 然後呢,神經還剪掉了一條 但是,儘管這樣,我還是繼續練 在脊椎骨折的情況下,繼續練 這就是因為我想游到奧運會 我想拿到這些獎牌 所以是批了命去擁 批了命去努力 所以呢,有些人就是說 不停止 不停止 我不停止 不停止 我!",否則 再上場 我可以做餐牌 也不停止 那我爭培 我可以做餐牌 我怎麼從就